《宋美玲》 《酒制不欲》 一个德国的医生给宋美玲提供了一个偏方 吸烟 宋美玲半信半疑的尝试后 发现吸烟确实可以减缓湿疹带来的不适 于是宋美玲就染上了抽烟的习惯 这个习惯一下子就是六十年之久 蒋介石一生不吸烟不喝酒 对于吸烟更是深恶痛绝 身边的随从们从不敢当着蒋介石面抽烟 但看到宋美玲被湿疹折磨得不像样子 蒋介石也不得不默许宋美玲抽烟 宋美玲随着烟灵的增加 烟瘾越来越大 有时候一天吸烟要吸一包还要多 卧室里经常使烟雾缭绕 蒋介石只能忍受下来 宋美玲的烟瘾之大 让许多老外都感到意外 在抗日战争期间 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宋美玲 两人一起来到餐厅 宋美玲刚刚落座 就点上了一根香烟 记者忙指着墙上的标语提醒道 这里不允许吸烟的 宋美玲对其说道 这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 不管我们是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 宋美玲的烟从来没有停下过 一根接着一根 美国记者回国后 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 宋美玲的烟瘾非常直角 即便是在公共场合 宋美玲也需要来吸烟 保持自己的平静 要不然 宋美玲会焦躁难安 蒋介石将这个报告拿给了宋美玲 想要劝宋美玲戒烟 但宋美玲根本没有理会 随着蒋介石的年龄增大 越来越受不了宋美玲身上的烟味 不得不出言提醒 宋美玲这才有所收敛 每次吸烟过后 都会习惯一番 去掉身上的烟味 而且吸烟的时候 也尽量以女士的清淡烟为主 不再洗那些味道浓重的烟 蒋介石虽然每天都会劝说 宋美玲戒烟 但到蒋介石去世前 宋美玲仍在吸烟 蒋介石死后 宋美玲取了美国 但是因为常年 鸡款香烟 已经适应了那个味道 所以在美国很难找到自己顺嘴的香烟 于是就托自己的朋友 从台湾带来自己爱抽的香烟 即使换了环境 宋美玲仍然是改不掉自己的老毛病 为了能够抽烟 用了各种方法 1967年的时候 宋美玲被查了乳腺癌 曾远到美国医治 当时医生们就劝说宋美玲 不要再吸烟了 但宋美玲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1990年 已经八十余岁高龄的宋美玲 才渐渐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天变差 已经不能吸烟 于是就在那天 宋美玲戒掉了六十多年的烟 冻炼 cultural